太奇怪了 口音啊 所以我覺得朋友是很錯的 但是他脫步跑到600分以上 我想大家都有類似的經驗 或知道別人有這種經驗 他分數考得很好 比試的成績非常棒 聽力也可以 可是等一下要說 抱歉 他好像是一個講難聽一點 跟ED也差不多 對那些老外來講 因為你沒辦法說 你就是想來就是白癡嘛 我們可以如果那麼嚴格的定義的話 其實他沒有辦法 但是沒有這個能力 所以各位可以理解說 語言就是真的用來進行溝通跟使用 所以我們最終用語言來幫助學生們 進行學習 最終的目的是 要看他的成效是有三點 我們從學習科技教育科技的層面上 有三點要看出 是不是一個technology的使用 可以輔助學習有效果 第一個就是 我剛才講到的效果這個字 Effectiveness 效果 你看我會稍微說 我們講第三個字 再來就是效率 第三個是appealing 這是我的指導 叫做legals 他定義出來的 後來的考慮使用 就是說 在教學上面 你要看那個成效 跟科技使用教學 剛才看到這三點 Effectiveness 可以簡單的說 就是效果是什麼意思 比如說 各位以前用傳統的一個教學法 我們用CLT做代表好的 computation language teaching approach 我想在座老師都知道這個教學法 有沒有人不用這個教學法請求 但你目前的教學 沒有用到CLT的請求 都有 對不對 因為language is used for communication 這個教學法 顧名思義就是專門用來輔助 communication 所以它有極大的成效 它在科技輔助學習和 輔助教學上的 學理上的應用非常的好 所以各位老師如果做相關的教學研究 可以放在這裡 可以專注CLT跟ICT的應用 好 剛才提到的是效果 效果就是說 是用科技的使用可以達到這個成效 OK 剛才提到了 那就是 比如說用CLT 傳統的這種圓教學法 全班的平均分數可以達到75分 但是如果你用了某一個電腦輔助 或者是科技輔助 或是聯網電腦輔助的一個軟體 使用的時候 全班的平均分數可以提升到77分 80分或是更高 那代表這個效果會出現了 Effectiveness 就可以看得出來 這是最基本的 你可以看得出來 它的確有這個表現 當然你要看很多統計 或是執行上的分析 如果在細部你要做研究的話 但是我們可以突越這樣說 再來就是效率Efficiency 效率代表的是 假設用傳統的教學法 你在一個班上的英文課程 它需要花一個禮拜的時間去學好 但是如果你用了 電腦輔助員的教學系統 它可以在3000的時間學到 請問各位老師 這個效率會提升 這個效率是時間的效率 那我們在推廣網資 可以效率會提升到 包括Cost Adaptiveness 增添 雖然硬體的建築 一開始會花一大米錢 可是如果以長遠來看 以攀為五年十年 或更久的時間 這個投資應該是值得的 而且我實在的趨勢 大家都知道 現在是Digital Natives 網路居民 都會導致的總學 現在都是Digital Natives 我以為一個人不活在網路上 所以我剛才常跟大家開玩笑 所以有三個重要的 有三個重要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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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是水 水 水 然後 大家都同意這一點 就是聯網的科系 聯網的電腦 已經變成人類生命的第四要素 我們的人已經跟電腦 聯網的電腦已經連在一起了 各位我剛問過了 沒有人不控電腦 幾乎沒有 我們這個要出作業 出考題都在上面 收集資料 下一個 這次稍微探討一下他的眼鏡 從1990年到達 Instructional designers of learning technology have been working with language teachers or computer programmers to develop numerous interactive websites and elaborate learning platforms as either entirely online programs and lessons or as supplements to face-to-face instruction provided in traditional classes 這裡探討到 科技輔助語言的學習 語言的教學 可以分為兩大層面 第一個是 完全的線上學習 線上教學 就是totally online 另外一個是 混合式的 這是我個人在做的 我們博士論文 一直到現在 就是探討 如何將科技融入語言的學習 英文的學習 英文的教學 然後我們要思考哪些議題 哪些需要我們去關心的 哪些要怎麼做等等等 所以主要是去仔細地去想一想 這個事情發生在你自己的教學上面 好 那如果是的話要怎麼做 接下來 再看相關的 它是必須要探討 如何做更加努力的使用 硬性技術 在學習 也要探討 如何探討 各種技術 以解釋 各種技術 和各種技術 的技術 所以他們能夠 更加適合 適合 我們剛才提到的 如何去用這些科技 真正放在語言的學習上 讓它產生效果 還有可以探討一下 真正的這些教學法 或是教學的模式 或是教學的一些評量 教學的準則等等等 是我們剛 英文老師主要關心 主要去注意的 那也要同時 在同時也要知道 它的有沒有其他的發展的空間 或者是有沒有受限 或者是一些困難 或者是一些限制 請各位也要去思考一下 比如說 這樣好了 各位 各位老師 請問你一個禮拜 有沒有請同學 在網路上 進行一些學習活動 每個禮拜 weekly learning activities 或英文學生 請問你有沒有這樣做 有 那成效好不好 你自己是不是知道 可能要去問你自己 你覺得這樣好不好 為學生的感受 那他們希望怎麼做 這個是很重要 不是只有我們單方面 是雙向 剛才講過的 這些都是雙向 師生的關係就是這樣建立的 OK 接下來 這個一題就是剛才提到的 如果把科技融入教學 那在一個學校整體的考量而言 有哪些層面要注意 有哪些層面我們要去思考 所以我們這邊可以分為四大類 所以剛才提到了 Grainham 他是一位做科技融入教學 一位學者 他在講千里用一本書 就是講到 講到 Branded Learning 這本 Handbook 他有分四大類 四個 Legos Branded Learning 這是個例子 Branded Learning 是個例子 是以為 學者 分析 學者 從一個學校的層面上來看有四個層次到地上 第一個是 麻煩各位老師從最左邊那個看 institution 或是college 或是university 或者是其他任何的教育機構 educational settings 我們通常是最傲的那一塊 就是學校的主管 就是校長 或者是教務長 他們來看我們要不要投資健新的語言教室 比如說在成大外語中心 我們現在有四間教室 比如說設備已經十年沒有換 所以我剛才也跟幫我忙的這個博人跟雅欣講說 貴校在文科大的設備比我們好很多 我們是相對的落後人 我不騙你 這是真的 我也去參訪過幾所 然後就科技大學他們設備真的比我們好 我非常的羨慕 那我剛接外語中心主任這個工作 對我來講是一個big challenge 所以there are a lot of issues I need to take care 所以我剛才提到的 從學校角度來看 因為我們現在剛剛講到 四間這些老教室他們是十年前的舊設備 不過他更新 我們只要一個禮拜前 請廠商來撥 來簡報他們要幫我們安裝 我們希望你變成是IVT 可以做IVT跟QI跟GMAT的考場 南部的考場 那幫我們出算 就是一些基本的這些地板設備的算 包括換桌子 換螢幕 加電腦 可以聯網考試用 一千六十個人 要四百萬 四千要兩千 要一千六百萬 那把一些空的教室也要裝的話 那一千算起來是六百多萬 我不曉得 我們選花兩千萬在這裡 不要以為成大每年多拿十幾億是好事 我們稱作一大的壓力 真的坦白說 因為學校沒有把錢花在這裡嘛 各位老師我想知道 你們也都知道 學校他重點栽培的項目 我們校長是醫學背景的人 所以他丟很多錢在醫學 那工程程大已經發了很久 所以丟很多錢在那邊 相對人文社會科學 雖然學校一直標榜說 我們在提升人文社會科學 我們是綜合大學 可是各位老師也知道 學校是怎麼做 各個學學覺得給你們幾十萬 一兩百萬去做一做教學研究 應該做提升計畫 該教學提升計畫就不錯了 然後可能花一大筆錢 這是不太容易的 所以我剛剛提到 從institution的角度 他覺得有沒有這個價值 再來program program可以稱為是一個department 或者是有些有大一英文的一個組織 或者是全校英文的組織 那個可能稱為program 比如說像你玉芬主任負責是這個program 他是這個program的director跟leader對不對 這樣主任沒有錯 所以這是您關係的意義 對不對 那你也要對上對下 所以剛剛還有這個course 就是各位老師進行的 第三個就是 你要設計這門課 你要怎麼安排 在適當的時機使用這些教學科技 然後最後呢知道一個activity 就是語言學習的個別的活動裡面 那比如說你在學這個單字的學習 你是不是有哪一個網站 是對單字的development特別有成效 你幾乎在這兩個禮拜的時間 你會請同學們 請大家多上這個網站去學相關的智慧 因為這個智慧發展得很好 那你就特別有 那或者是有幾個網站 他們做pronunciation的有沒有 其實有 美國好幾個大學 我知道香港 在做pronunciation的development 但那個時候老師們可能 建議同學們 你去看那幾個大學已經做好的 免費的都給大家使用了 我在 就是當初指觀他們跟我接下來 幫忙今天這一場工作坊的時候 我也跟他們說 用免費的場景 所以下午會是用google sites google的協助平台 因為現在大家資源有限 我們最好去善用這些已經做好的 已經發展得很好的 別人幫我們已經準備好的東西 我們去善用它就夠了 所以我們是在推動 剛才講到的時候 基本它其實沒快 所以大家好好去找 怎麼去判斷好的東西 好的軟體 然後準備使用 可是各位老師 它是一種東西 怎麼使用最重要的 好 東西在那邊 沒有錯大家都知道 可是怎麼去用它 這個是最最關鍵的因素 好 剛才提到的 基本上這四個層面 請問各位老師有沒有 任何的問題 或者是想要提出來討論 有跟四個層面 還有其他層面 這裡沒有探討到的 沒有想到的 有沒有 坦白說 我曾經去講過兩場 當時有老師提到過 李老師 你說那個混合教學 hybrid instruction 或是blinded line 那我們這種課堂上 現在這個 算不算blinded line 他說 我們現在又在看電腦一幕 然後這邊又有獎益 這個算不blinded line 是的 why not 那還有其他人也說